有些朋友經常說 你現在講完事事 你是不是不理漫畫啦 你不要這麼說 我講了很多漫畫 已經有一大堆一大堆了 又有什麼編 什麼系列 你們看吧 大哥 要照顧一下其他觀眾 其他網友 我們會打右擊 突然間就會出一些 你看到剛剛出了這個肉囊篇 突然間又出馬榮成啊 大家等了很久 你爆馬榮成的東西 這一次爆得很嚴重 我告訴你 這些秘密都收了 不多說給人聽 今次不僅是馬榮成有關的 齊文傑也爆了 大家很開心啊 你想聽一下 齊文傑的秘密 馬榮成的秘密 你就要留意一下 那麼八卦出賣別人的秘密的劉定堅 當然是出賣朋友的秘密 以前是朋友 現在不知道 我當他們是朋友 不知道他當不當我是朋友 沒什麼所謂的 他都可以出賣我 有空無事就出賣一下 總之是真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真 真就沒有事了 真就不是誹謗了 真就是真人真事來的 所以你要聽劉定堅 爆 奇聞結語 這一句 《馬榮成的秘密》 哇 你這一切都是誹謗的 乖 這是什麼叫 人一世物一世 我告訴你 這一句說是令我很震撼的 所以我會聽到 這句說是令我震撼的 就是我神經震了 你一回聽完之後 你不僅震了 你會笑死你了 好了 有多好笑呢 逐一逐一逐一來 這件事發生什麼事呢 先喝一口水 先拖拖時間 這件事發生在 當年如果你看過之前 有關於玉郎的事情有說過 有神掌幫 去背叛 背叛那個事件 有一群的助理是來自曠市那邊的 突然間整群都走光了 想炒起你 希望你的輸出不了 你就死吧 他很開心 其中一個助理就是 現在有一個大家 常常看到的喪 十五少 這個喪爽的年輕人 當時就是這樣 帶了一群人一起 總之幾個了 不只是他 就出來 神掌幫伴在哪裏 就走了 當然是 去抗市那裏 喜歡一些東西 因為這件事打擊到整個 玉琳軍 原本三本書 很擠迫 大家 經常天亮 做到死 沒得睡 三隊人 因為黃阿郎不會特別多人 要多一點錢 突然走 三分之一人 死定了 因為那邊 只是做魚雷神掌 死定了 只剩下兩人 因為聶邦 主力那時候 因為 牛佬做 牛佬做 所以他找回 一群 抗市 出身的人 大媽是比較好 跟黃阿郎 做神掌 以及 最拳 關於 比較近身的 玉琳軍 兩回事 所以那時候 大家都應該是分開了錯 不同的 突然間神掌走了 糟了 神掌不能夠不出 周刊 怎麼搞 於是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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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其民潔身上 因為其民潔身上 因為其民潔身上正正接手 做這個經理 亦對其他有些不滿 時常常煌到 隨便 大佬當然是興奮 於是 一夜玩 啊 阿桑 跑掉了 十幾個 忘記了 接下來 放眼 我幫忙計策 奇民潔要捉著我 阿劉 怎麼有什麼招 想一想 就經常計策 又要說 怎麼搞 怎麼搞 發什麼獎金 給他一點意見 終於慢慢擺平了一件事 但是 就不能擺平算的 因為原本王郎訂了一筆錢 一次過給 後來大家談過 我也有給點意見 琪文傑就說分開幾次給 最後一次就不是給現金 而是給日本旅行 沒錯 但是又害怕 因為之前也說了 害怕就說他的助理 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原來我可以玩起公司 於是 既要益他們 又不能讓他們覺得很了不起 於是怎樣 就把玉皇漫畫的主筆 包了我 蕭先生也有份 當時還在玉皇機構 所以蕭先生也有份去的 我記得他永遠都在酒店裏面 他去旅行 其實是在酒店房裏面 他不出來的 吃飯他就出來了 就是這樣 所以他去旅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去旅行 他躲在房裡也看得輸了 經常看書 那麼 大魚大肉 當然還有 余林軍和這個 余林軍好像還是 不夠 就是習崩 ast 就是喬勪啊 讓他們的助理 余林軍都覺得他是 他們的這個 拉了這個 英雄幫 英雄幫我忘記到 如是歐結那種沒拿去的 我肯定是記得馬仔有的 還是先給那個馬仔 我忘記了 總之馬仔是有的 為什麼我記得他去呢? 他又不害怕 那時候暴露了我和他之間的身份 我還在幫他做編劇 我又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那個人拉著我和我一起在飲機坐的 我們兩人一起坐的 他還畫了一幅畫給我 我那時候真的沒有想過 其實我經常和他一起玩 都沒有辦法避免的 你知道 琪文傑 但是他有時候想我去那邊探討一下消息 很有趣的 我這個二五仔 又紅又黃又藍又黃又藍 兩邊對立得很厲害 尤其是馬榮城和琪文傑 對立得不得了 這個事就說了他兩個人 把所有秘密都揭露出來 好 接著就經典 去到這個 日本 這班人 大家也知道 有幾十人 和黃浪都揭露了 給了錢 就去了 跟馬榮城一齊在飛機上 我記得以前也說過 他又說有一個人很懶 我把他很懶的原本設計 給毛迪的兒子 我便刮了他 不給他 於是就出了一個如不為的角色 然後在飛機上有一個人不知問我什麼 我就說 有什麼武功 的功夫 然後我就 一葉興周去 人過萬叢山 我都說過了 以前我媽媽經常聽這些 粵曲 我就說了幾句 為什麼 我便說了給他聽 說他人飄啊飄啊 所以他就想到這些東西 其實 他受那種基礎的漫畫影響 尤其是黃阿朗那些 就是得硬打 沒有軟 你們不要留意 我進去之後就好了 他不懂的 在日本的漫畫 因為他不懂 因為我經常跟他說 中國功夫 中國功夫就是軟 你明白嗎 就是 光 和油 是混合的 你外國人只是光的 所以出來就不好看 中國功夫是軟 因為 說得很長的 就是 講與這些 書法的東西 中國的一些 整體的 所以你看到整體的文化 的presentation 所以有光和油 他們將 功夫 和整個生活文化 是mixed together 是的 這些很長 很複雜的東西 不說那麼多 然後就教了他 然後就說他很飄啊 飄一下就可以了 他當然 他得到很快 他得到東西 他就不說了 我知道了 所以一艘飛機 就不停都是我說話 就是這樣的 那麼 下了飛機的經典 超級經典 我跟你說 這個就是馬榮成 什麼 馬榮成是什麼經典 你記住 馬榮成是什麼 越是關鍵時刻 越是緊要的時刻 重要的時刻 他做錯事 他的決定全部是錯的 經常都是這樣的 很棒的 亦都不會 有得回頭的 很棒吧 這就是馬榮成 平時他沒事的 正正常常的 真的 關鍵時刻 他就會 完全徹底做錯 而他不知道他自己是錯了 很棒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撐得住 那個 危險 當然有事就撐不住 不然怎麼會有斬馬偏呢 是不是 他不是在斬馬偏 有關鍵時刻 我繼續說的也不對 因為要等斬馬偏 你想著我不說 當然說吧 遲些說 不告訴你 慶祝 到了多少 我就說 是不是 正在整理 資料 大家不用那麼害怕 繼續說 這個 很有趣的 馬榮成 不告訴你 和其民營的花絮仙 很久沒說了 然後突然間 那廣播 B波 B波 出來說話 是英文的 不是日文 所以我聽懂 然後 你猜不到馬榮成 做錯了什麼事 撐他 他竟然 是全架飛機 或者是你 搭一百次飛機 都不會發生 他把自己 是Loss Passport 漏了 Passport 當然不是他講英文 這所以他ры說話 在飛機中 他被紙了 你是不是瘋的 他怎麼出境呢 你不明白 他真的說出境 你要填東西 填填填填填填 之後他便插了 PASSPORTSPORTSPORTS 他 你反神經啊 他 真的 那樣的簡單的 我很想他也會做錯的 他就是這樣的 在關鍵時候 做錯事 永遠都是這樣的 混女兒也是這樣的 做事也是這樣的 經常都是這樣的 這 constraint 今天不是說他混女兒 說一些很特別的事情 於是他就說出來 他就突然好像一隻狗一樣 跑回去 我當然不理他 然後跑回來 有一大段時間之後 真麻煩 不過日本人沒事的 做事夠慢也好 他能等到你 最後 我忘記其他人知道 就是我在旁邊當然知道 他經常跟著我 我叫你快點去拿回 這傢伙 他還在挖著他 馬詠誠 關鍵時刻做錯事 這就是他 整個旅程就先去北口 我已經去過很多次日本 但是我未去過馬詠誠 因為 沒什麼好玩 他們可能就覺得 年輕人大家一起去滑雪 滑雪也好 沒滑過雪 滑雪是甚麼來的 一群傻瓜瓜的沒有一個人會滑雪 於是 我忘記了 應該租那些滑雪梟 都是公司給了錢 應該是這樣掛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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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都不會不會滑雪 今天不要踩 那樣 我當然 都可以 整個裝束 也有 遮蓋 elle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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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試一下也好 看看看看 咦 咦 不是很高 他去到那裏 只能看到的 看到那個位置 在那裏 應該是那裏的 那上去吧 那上去吧 不用錢的 不知為何 還是我們沒有理會別人 就笑上去吧 總之上去吧 是不是要錢的 不知道 上去上去上去 啊 頂 糟糕了 你不知為何 因為你的眼睛就看到那個 雪山在那裏 那你就去了那裏 其實他不是的 他過了之後你也看不到 我們直到那裏 原來那裏你不停啊 讓他再上去 原來我們上那一格 他上到高峰 很高啊 整個十倍以上 原本那個高度是最巔峰的 哇 很害怕啊 馬上死了 我都忘記了誰和我一起了 我自己那時候也自己顧自己 也看不到人 但是你也要試一下 很不直很斜的 我真的很好笑 真的 一生人連在下面畫也沒有試過 即是走著走著就試了 即是我忘記了有沒有教練教過 走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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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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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好像沒有 那樣子 頂竟就在那裏 那我想一下 好不好畫呢 那看到 有些人就去啦 那當然是太多了 那就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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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可能就是這樣畫一看 那時候就開始覺得 因為你不會懂的嘛 要說你知道要S字形的卡 減慢速度 你還有你令飾用的那個 是的 那兩支叫什麼鬼也不鬼之的 之後你令它那個速度 不然你一直就越来越冲得快 结果我一坐上街就越来越快 一怕就怎样 当然是蹲下 一蹲下 那你就会跌倒 很辛苦就拿回那两只蕉 即是雪蕉 你是不是叫雪蕉 好在 所以有时候 不厉害就OK 突然有个很漂亮 很好身材的入门 在隔离 两个的其中有一个 漂亮的就找我 也不太漂亮 十七八岁左右 就走来问我有没有事 以为我跌倒了 我几个想抱着他 他就扶回我起身 接着用日文 他真的用日文 我真的不懂 接着就教我 教我怎样去玩 接着就很开心 接着就跟他聊 听他说 朱而徐就是他用姿势 教我怎样穿鞋 跟他聊天 他很开心 他就 最后问我 你懂不懂 我类似点头 我都不知道你讲什么 对不对 接着他 先刮了 接着 走呀 你不要走呀 大哥 你这么美女 这么好身材 不如让我抱抱 嘴咚也好 然后就试试 看看是否可以 跟他一起刮 Yessir 又是这样 瘋子 学都不在顶上 学都不在顶上 瘋子 结果是怎样 我真的 那个女生 就被我撞 整个 就像卡通片 那样 彈高 我多害怕 但是人家懂 我想他有些 扭身 就避开了 但是他那支拐 其中一支拐 就被我撞到 整支弯了 我呆了 然后那个女生也没有生气 真是 真是好 真是想娶她 那时候 然后 他不知道跟我说了什么 很温柔 他说 你还是不要刮下去了 他说很危险的 你不如 翻上去 因为那时候已经刮了两段 那就 没办法了 难道真的刮下去死的 但是真的有些人是刮下去的 我听到 后来真的 真是疼的 然后害怕了 不要了 那时候就 上去 那时候 慢慢逐步逐步走上去 诶呀 乱一点也不要紧 大哥 你真的刮下去 真是刮死了 然后 结束了这个滑雪的 然后 就精彩了 接着 其文杰就跟我说 就说 后来这件事之后 就去了 这个 我先说了这件事 因为其实应该说了这件事 因为我们 玩完了北海道 才去 这个 东京 其文杰就做了一件事 接着回来跟我说 那是什么事呢 那时候其实有本叫 Hot Dog 这些人 所谓的程周刊 其实那些周刊里的 那些周刊里的 的周刊里的 那些周刊里的 就是那些集资 那 那一个周刊里的 年轻人 年轻人的 疑血沸腾 其中有一个 专栏 就是这个 慕明威 经常介绍给我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有一篇 介绍日本的 一流一疯 我不知道 你有看过 那些AV片 你也知道 有些女生 自己 自己做过 我不知道他怎样 广告 我不懂 没有闻 然后他应该是有 广告卖 什么 然后你就可以上去 但是他的雜誌就介绍 这个女生的服务 是怎样 什么 整天都有 很漂亮 那女生 好像明星 那麽 奇文杰就去 帮顺 回来跟我说 整天有关于 那个经验 他很开心 又说 因为他其实AV片 你看到有些座椅 有个洞 你看过AV 你也看过 你知道有什么用途 即是口 也可以用 手也可以用 所以那种座椅 里面有个洞 当然你也可以躺下 椅子 吸着你的头 你的头对着 洞就在那里 那你就知道 这个美女当然是坐在上面 是不是 于是他就明白了 有什么用途 他就慢慢跟我说 很详细的 然后又说 怎样跟他洗澡 然后 然后又 裸体的身体伺服 那些女生 很专业的 不停地说 他说那些女生都是年轻 美女 这些东西 他就喜欢这些东西 老实说 我完全 没有什么兴趣 这些东西 他就很有兴趣 他说得很详细 很详细 所以 我 怎样 我一当介绍给你 你看看AV 就会看到 是不是 這個是關於麒文傑在果徹的旅行裏 其中一件事 另外還有一件好笑的 我真的見到他 那個小朋友 麒文傑這個人是很有趣的 經常想試一些新的東西 其實馬平成也是這樣 做漫畫不知是否這樣 沒有怎樣讀過書 所以覺得自己有機會有錢就試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人生就是這樣 但我又不是這樣 他真的 你真是奇敏傑真是好笑 他把自己的頭塞進雪裡 你是不是瘋了 那時候我只是耳朵都很痛 風吹過來 他就塞了頭進去 看他會吹傷的 你會吹傷你的皮膚 你會吹傷你的皮膚 我問他有什麼事 他說沒有啊 阿劉啊 我經常看卡通片 我很想試一次 頭塞進去是會怎樣的 你有什麼感覺 他說沒有什麼感覺 很冷啊 神經病 我大哥 可能會很傷害自己的皮膚 或者神經 不知道後來 想事情是不是這樣 有問題 不知道 那時候還沒有認識李尼珍 但我覺得 做漫畫的人 真的有些問題 塞進去試一下 然後 然後 進去 氣獄 馬明成 真的 人一輩子就一輩子 我很記得這句話 好 然後 說 去 這個 我記得就是北海道 做什麼事呢 當然 平時吃什麼 長腳蟹 什麼東西 黃龍 安排好 那些 那些 讀藥很厲害的 很照顧我們 OK的 沒問題的 吃東西 那些東西 大家有車子 又一次車子 誰想去 全部都可以去 免費的 誰是黃龍給錢 做什麼 看艷舞表演 哇 當然拍了手掌 大家年輕 血氣方剛過 好耶耶耶耶 於是乎 喜歡去就可以去 免費去 我記得都差不多去了 應該 那就去囉 我記得是六樓下的 不知道為什麼那些東西 要在落後 是不是 黑社會 比較容易去 那些東西 我不知道 那這個場地呢 就是怎樣呢 就是一群人圍著 它 有一個長型的舞台 這樣 很長型的舞台 突出來 那些人就在兩邊 就站著 在那裡 我記得就好像沒有什麼 坐的 坐應該在後面 我想沒有人坐吧 那 我忘記了了 真的忘記了 真的忘記了 那有些人 你可以 站在一個台邊 看近一點 那麼每一個女的表演者 出來 都一樣 所以我就對這些 有些 顧忌 就是 日本那些十元店 即是那些 100日圓店 那些 有些 塑膠 那些 那些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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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害怕 因為 為什麼會害怕 我們一下 看到 連續看兩三個表演 之後 我就呆了 我問導遊 不是 為什麼 我沒有說假的 真的 50歲 50歲以上 那時候我們年輕 大佬 20多歲 每個人都 都 我猜20歲 剛開始 都有 怎麼搞錯 看到阿婆在那裡表演 50歲以上 而且 不能夠用靚字來形容 女人 女人 就是這樣 驚訝 給錢 大佬 不是應該會找些 我們看的AV很漂亮 找得差不多也好 不是 完全AV也沒有馬上做 那樣 為什麼 導遊 他說 劉先生 你猜到 我猜到什麼 他說 你想一下 北海道這些地方 有幾可 有些 很有錢的人 來去光顧 那些人也是 差不多 東京那裏的人 賺錢多 所以 好一點 都去東京 他說 這裡是這樣的 50多歲 對 對 我又不知道 我早知道 我跟黃先生說定 你50多歲 你不要叫我進來 我馬上 退後 觀察一下 其他人 沒有看 我看也沒有興趣 看 然後有不同的表演 其中有些表演 我記得 是一個老印象的 在下體上 那個女表演者 你想著 你的影像 只是我們最有影像 她的影像 就是一個五十多歲的阿嬸 糟糕 真的不開胃 真的 我說得很辛苦 你記得點擊 讚一下我 給我一些勇氣 真的要喝多一杯水 真的很難說 回憶 就是痛苦 真的不容易 但有些人不是 好了 然後 然後 她就把 憶力多 塞進去 自己的下體 那裡 說起來 真的 有點作偶 然後 你知不知道 她在做什麼 憶力多 說來喝吧 然後她就拿著 飲碗 用日文文 然後 我忘了 有沒有翻譯 她真的不忘了 叫人舉手 只是看姿勢 看到的 不用 誰喝 真的 然後 她真的舉手 然後 她就選擇 不知 選擇兩三個 然後 插支管 你自己想像一下 她用下體 就塞了那個 憶力多 在裡面 憶力多 短一點 但是 挺大 然後 然後她就塞進去 這些日子勾工 可能要鍛鍊 小朋友 千萬不要隨便學 我再加一句 小朋友 小朋友 有沒有看我這個 不要緊 如果你是小朋友 千萬不要隨便學 大朋友 這些東西 總之就是特技訓練 然後 她又這麼喜歡 我看到有些 死了我以後 從那天開始 我的一生一世 我沒有試過 我有再喝 你力多 隔了很多年之後 但是 我不敢用飲罐 那些 小飲罐 我真的不敢 我一記起 就已經有些反胃 感覺 真是慘 還酸酸的 真的 很害怕 總之 那次 迷失 很驚人的記憶 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未完 真正正正的 還有後面的更刺激 是什麼呢 我記得有兩三個人 就是喝了 真的 很辛苦 好 接著又是下一個表演者 然後 她是什麼呢 她是一格格的東西 其中又拿了 避孕袋 出來 然後 原來 就是要求 那些觀眾 有誰有興趣的 就 舉手 就要 怎樣呢 你可以 用一隻手指 用一個 鼻子袋套著 應該套一隻 我不知道 應該套一隻 鼻子袋可以套幾隻 我想要套一隻 然後 我真的說起來 很辛苦 接著 用 套著手指 然後放進 下體 明白嗎 然後 你就可以去找一下 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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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說得很白 大家知道 是不是 糟糕 我不是很喜歡說這些 不過 這件事一定要說 接著 就看到有人舉手 突然間 我死了 我整天都暈倒了 我真的暈倒了 我真的暈倒了 因為我 特別要看 接著 事後之後 我捉住 那個舉手的人 其中一個 那個人 叫做馬榮成 對 其中一個舉手 叫做馬榮成 舉手 他要用一隻手 套進去 那個避孕袋裡 然後 插進去 人家那個 老婆 五十多歲的 老婆的下體 你明白嗎 那個遊戲是這樣的 他就舉手 我要 全場是有十個八個人舉手的 總之就是爭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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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嚇死我 我退後了 我很害怕 這些東西 嘩 有沒有搞錯 這些東西 為不衛生 諸如此類 而且你跟他很近 行不行 他不是 他很有興趣 還要先舉手搶先 很快 我來 這個東西 很好笑 我不知道 有人一起去這個 北海道過一次 其實可以 有些同行的 你們記得的 你可以留言 真的 你可以 你應該都可以看到 總之我就看到 我其他人看不到 我只看到馬榮成 我只會問了 我呆了 所以我後來 我接觸著他 一定要問他 你搞什麼啊 大哥 這些東西 很髒 總之 在我心態裡面 很髒的 可能不知什麼事 那個婆婆 可能當你不髒 她很乾淨 但問題是 一個五十幾歲的女人 你搞來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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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他就 用了 我之前跟你說的話 去答我 他說 柳 人一輩子就一輩子 要試一下 喂 這個就是馬榮成 用一隻手指 不知道兩隻 還是三隻 我不知道 我沒有仔細問他 我有問他 我說有什麼感覺 他沒有什麼說 然後 然後 插進去 了一下 覺得很開心 我真的 我真的 暈倒了 大哥 我真的 我真的 可以接受到 因為 為什麼 你女生 漂亮 年輕 你可能有些衝動 不出奇 跟你使用雜誌 你對這個 你又年輕 那時候 你有這樣的興趣 OK的 但是馬榮成 我真的不明白 大哥 你塞進去 阿婆 搞什麼 有什麼意思 很好玩 很過癮 我真的不明白 所以我跟 他是有些分別 是否我蠢 大家可以留言 罵我 說你真聰明 不懂 你真傻 你不懂 這個機會好東西 阿婆 可以驅風 也是 所以 這個故事 就證明了 馬榮成 是喜歡 驅風油 整支驅風油 那樣 他就插進驅風油 那樣 大家以後見到 馬榮成 你可以問一下 你問一下他 插進俱風油的感覺是怎樣 潤滑油 我這次很辛苦 講這個秘密給大家聽 這個算不算醜聞 我不知道 總之這個秘密告訴你 我忍了很辛苦 一直都不說 我不敢回憶那些畫面 但一講那些畫面就衝過來 我們是創造畫面的人 我 接受了很多考驗才可以 希望你 是否值得點贊 你自己留言 你究竟 覺得了一下了一下 這個馬榮成 以後馬榮成不了一下了一下 馬榮成不了一下了一下 不只是懂得黃先生 指筆硬硬硬硬的 馬榮成的手指了一下了一下 劍指一樣硬硬硬硬 沒錯 原來馬榮成是 手指硬硬硬硬硬 黃玉郎就是筆硬硬硬硬硬硬硬 大家有分別的 所以一插下去 劍指 他就撩出他自己 裡面一大堆的 宗偉英雄 他兩隻手指都是帶了宗偉英雄的畫給他看 是不是那段時間香一點呢 希望你會感受到 感受到了 我就很想遠離一點 很害怕他不知道帶了什麼 我是不對的 希望 你們留言 你們自己說一下 你們喜不喜歡馬榮成 了一下了一下 你們自己說的 了一下了一下的馬榮成 劍指 厲害 完結 希望你 Subscribe 點讚 Share 有空再和你找一些 精彩的 真實故事呀老闆 拜拜 拜拜